今天我正在岛上思考 为什么那个灰狼要把我打下去 真的是我做的太过分了吗 诶 卧槽 后面那个骑龙的狼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也不可能这么巧吧 算了算了 不管了 诶 你这怎么还把龙开到这个上面来 硬要给我挤下来是吧 卧槽 竟然还打我 你打我 你哭个溜溜眉啊 你小子怎么回事啊 光在这里哭是干嘛 又不是我欺负你了 我都要问问这个家伙是个怎么回事 诶 倒霉蛋灰灰 这个名字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把他带到没人的地方问问 没想到我还没有说话呢 他竟然说我该不会是那个绿头怪吧 卧槽 你就是那个灰狼吧 还不好意思 你不是故意的 道歉有什么用啊 诶 有人家我好友 原来就是这个灰狼啊 让我看看他是怎么个事 嘿嘿 还是个凤凰蛋 那这不香香 嗯 那既然这样 你就带我上分作为补偿 没问题 只要你能原谅我 这么客气啊 不错不错 还知道主动拉我 我都要看看 你这个凤凰蛋实力怎么样 开局还主动过来给我超级起步 很不错嘛 这局就靠我来带飞吧 臭 那家伙怎么突然就到我前面去了 这不会不能把我晋级吧 还来跑一把片 这就是我的实力 第二局 还是超级起步 这次我还是比较领先的 一定会帮你晋级的 还好那家伙实力不错 直接给我保送 这局生存赛 我的拿手绝活 我来抱着你吧 这旁边的蛋都有点烦人 不过以我的实力 这种局随便过了 去你呀 我们就把表现机会给灰狼吧 毕竟是让他带我 以这小子的实力 我这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nice 这你都带不动我 还哭 赛季末他们都太厉害了 要不然这样吧 嘿嘿 就是帮我找个蛋搭子 这也太为难我了吧 这不为难啊 这个还是改天再说吧 你别跑了我烟烟了 家伙没有你我怎么会啊 家伙